在上一集的Vim裡面有跟各位介紹到了如何使用Vim來編輯一些文字以及移動它的優標 那接下來這一集呢我想跟各位介紹一些關於在Vim裡面視窗的移動 然後如果你有關於它一些文的實在分割視窗Buffer的一些操作 那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那首先我想要提的是Vim這樣這個東西其實它其實我相信沒有一個什麼好的方法來學會它 你要學會它就是只有每天的每天的使用它 那其實在很多地方你可以用它例如說其實像在瀏覽器這邊 像我的Chrome瀏覽器 其實它有一些那個Plugin是可以用的 它有一個像這個Plugin是可以用的 它可以讓你在這個 它可以讓你在瀏覽器裡面 然後用Vim的一些快速鍵來做操作 那例如說我用HJKL的H是往下 然後K是往上 因為我想對於那個不熟悉HJKL來移動的人來說 其實當如果你能在你瀏覽網頁或者是平常的工作上面都能習慣這個HJKL的話 我想對於Vim的學習是很有幫助的 那不只Chrome 在Firefox其實它有類似的外掛 甚至在其他的那個編輯軟體 或者IDE裡面例如說 Scode裡面 你看這個其實它也有一些Plugin 然後它也可以有些Plugin 它讓你可以有類似的效果 例如說一樣DD可以按Excender一行 然後VIW可以選這個 或者是 CIW可以整個直接砍掉 然後按U是按M就回覆 Ctrl R是回上一步 好這些其實這些操作我想我們在上一集都有提到 這樣的這些操作 像我用Xcode在寫東西的時候 還有這些Plugin是可以讓我使用的 其實不只在寫Xcode 像我在寫那個Flash的這邊 其實它也有類似的像這些 這個也是一個Plugin 它可以讓你用那個VI的編輯方法的一些操作方法的 它可以讓你用VI的一些移動方法 編輯方法 讓你在這個IDE裡面做事 它等於同時結合IDE的一些強大的功能 以及那個VI有效率的編輯方式 好例如說像我這個地方 我一樣可以DI 然後這個大括號 然後一樣可以 例如說我想要 例如說我一樣可以在這個地區區區區間按到DD 然後一樣是可以砍掉 然後 複製一行 然後YYP 其實都是一樣的操作 所以我想 一旦你習慣這個VI之後 你在很多的地方都可以有類似的操作 我因為我知道 用VIM的工程師其實不少 在國外很多這樣的工程師 他們會把這樣的習慣帶到各個 其他 我知道這些工程師他們會把這些VI的習慣帶到各個平台上面去 讓這些更有效率的編輯方法帶到其他軟體裡面去 其實我一直想跟各位說 我學習VI並不是想要用VI整幅全世界 我覺得很多的專案是 其實它一定有它適合的工具 那VI只是其中的一種 例如說像我寫Flash或者寫Xcode 它的那些ID因為功能真的很方便 所以雖然說VI是一樣當然可以寫 只是如果說可以更省力 我想對於工程師來講是更 在開發是更有幫助的 並不是說我今天拿到VI這個鐵錘 就把所有的東西當釘子打 我想這個也許至少這是我個人 學習VI的一個心態 那供各位參考 在介紹VI之前我想再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自己個人的一個習慣 那我其實會把鍵盤的一些設定 例如說我會把鍵盤的按的速度 跟它delay的那個時間 拉到最快 這樣的好處就是 就是至少我打字 例如說某些時候 例如說我這樣其實 我是可以很快的 有點像滑動的效果 是速度再打起來會比較快 那這是我個人的建議 而且這個是在Mac上面是這樣設定 在每個平台應該都有類似 那我想這一點 我想這每個人的習慣不太一樣 所以這是一個我自己的一些偏好設定 給各位參考一下 好我們來開始來介紹 有關於VI的一些 你要怎麼用它來編輯檔案 首先 我想上一集有提到VI跟VIM 這兩個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那我自己其實用VI比較習慣 那所以我會在 其實我會在那個Share的設定裡面 會把VI設定成VI 讓它是同一件事情 讓這樣打起來會比較順 好假設我們今天要用VI編輯一個檔案 那不管今天那個檔案存不存不存 例如說這個資料夾是沒有東西的 例如說那我的資料TestRV 然後我目前這個狀態這個檔案還沒有寫進去 所以其實如果你來看的話 你回來看其實這時候檔案還是不存在 但是這時候你就可以開始打 例如說 Hello 好 你再回去看 檔案是就已經出現了 好 所以其實你在VI裡面 你要編輯一個檔案是很很容易 就是你要打那個VI 然後後面接它的檔名 你的入境或檔名 那如果那個檔案不存在 它就會進一個新的給你 如果你今天是 例如說你已經打了VI了 好 那你要在裡面 呃 如果你每次都要 例如說你要再離開 再回來再這樣打 其實很麻煩 所以其實你 你如果已經開了VI了 你可以用在這個地方 人家打 用這個冒號E 就可以去打檔案名稱 所以這個檔案名稱 其實你不用打完了 你在這個地方它會按Tab 也會自動幫你那個 把檔名補全 所以這個地方也是很方便的 如果你不是在 你其實你不需要離開 編輯器再回來 你可以在編輯器面 就直接開檔 這是OK的 那我們其實也有 也有那個 之前也有介紹 Durnal Tree這個東西 你也可以透過這個 Durnal Tree來開檔 這個其實也是OK的 接下來其實還有一個 其實我想也可能 滿多人不知道 其實VI 它除了可以編輯本機的檔案之外 它也可以編輯 例如說 你直接打網址給它 它就會去讀檔案內 這是我自己的網頁 它就會讀進來 我想這是一個滿有趣 而且我覺得滿適用的技巧 因為很多時候 其實我們在做 在做網頁或做網站的時候 很多時候是需要去參考 別人的原始碼 那你可能要開遠 開瀏覽器 檢視原始碼 然後再剪下貼上 現在有點複雜 其實你基本上 你就可以用VI 直接打網址 就可以把這個 這個東西讀進來 那我想這個是滿方便的 接下來如果你一次 要開多個檔案 例如說 你看這個地方 可能要好幾個檔案 那你想一次都開其他 你可以用VI 然後例如說 Benchmark 然後Mark 都可以一直接在後面 這都OK 這沒問題 然後例如說 你今天如果打 這時候按Enter 你發現我只有一個視窗 那其實也不其實不是只有一個視窗 它們其實是 它已經在Buffer裡面 那我們待會介紹 Buffer是什麼東西 就是你一次 你後面檔案 其實不止 你剛才你的VI的時候 你不是只有一次可以接一個檔案 你可以接好這個檔案 如果你在檔名的前面 加一個參數 用Dash 用Dash 一個Dash小寫O的話 那它會用水平的分割視窗 來幫你打開這兩個檔案 那你可以看得到 雖然說你可以 其實你可以看到中間有一條線 但是那個中間分割線 它不是 那個等比 不是從中切一 因為我的那個視窗 因為我的螢幕 是屬於比較寬型的 所以我覺得 那個 我如果切得一半一半的話 會看起來不舒服 那我 所以我的VIMR是沒有設定 就是當我Focus到某一個 那個分割視窗的時候 那個水平視窗 會 的比例會占比較大 會自動會彈性調整 那如果我今天把 這個O小寫O 換成大寫O的話 那它會用垂直的 的分割視窗 來幫我做切割 那這個用我切 我就沒有做彈性調整 因為我覺得那個 快螢幕 左右兩邊這樣切換是OK的 那待會我們也 稍後也會介紹到 有關於就是你要怎麼樣在 奔哥視窗裡面 做這樣跳跳來跳去的 做切換的動作 那如果說你把這個 這個O呢 換成P的話 那它會用 TAB的方法來幫你開檔案 然後各位可以看到 我在左上角其實 現在有兩個TAB 一個是那個Benchmark 一個是Mark 然後B 這兩個檔案 我們在上一集有介紹到 你只要按GT 它會挑到另外一個TAB 按G大寫T 它會回到上一個TAB 然後或者是 因為這個時候會循環說 你只按GT GT它也會一直往下 那 這個是 就是你用 如果你是用P 你是用P的話 它會幫你用那個 TAB來開檔案 今天不管你是用水平 水平分割或者是垂直分割 或者是用TAB的方式來 來開檔案 我想這個是個人習慣問題 就看你喜歡用哪一種面積方法 你就選擇哪一種 其實都遲到 都OK的 好 那接下來 我不知道各位還記不記得 我們在上一集有介紹一些 一些簡單的 一些share的一些操作 例如說 有一串的指定 如果我會把三條 除了按TAB 我可以按Ctrl W Ctrl W Ctrl U 來做刪除或者是清除的動作 其實在 在VI裡面呢 在VI裡面 例如說我今天我隨便亂打 這個其實你按Ctrl W是一樣 是一樣可以 可以砍字的 所以你這個 你在share裡面的一些習慣 帶到這個這個編輯 在這個這個 音色模式裡面 都沒問題的 如果今天有 有一個那個 有 有 大段文字 那 你想要 例如說我想要把這個L 這個I呢 換成 嗯 嗯 替換成別的字 例如說我今天想要把這個I 換成A好了 那 你要操作方法其實也 不只一種例如說你可以先按X把它刪掉 然後按 然後去I模式 再按A 那 你就可以做到這樣這個效果 但是其實有更好的更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自己按 按R 可以按就是可以來T 再按R之後 再按A 就會把你剛剛你鎖 有標鎖在的這一 這一個 這一個位置的字母 換成你後來你打R之後的那個字 那 這個是 但是它只會換一個字 如果你要換 例如說你要一直 一直連續換下去的話 你就 你就用大寫的R 然後呢 這時候你就可以例如說 你可以一直打 打到你挺位置 好 它會一直替換下去 那 這是 這是那個替換的方法 好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 如果我們想要讓這個 這個 這個第一大寫的話 應該怎麼做 當然一樣你可以把它砍掉 再 進入音色模式 再自己打個大寫R D 但是這樣其實是很沒有效率的 其實你可以直接按 在這個 例如說你游標所在位置 按這個波浪 在1的左左邊那個波浪符號 按下去之後 它會幫你把 這一個 你所在的這個D 那個字母 會在大小寫互換 例如說你現在是大寫 我如果再按 在做一樣的動作的時候 它會又換回來 再按一下 才會變大寫 好這是一個方法 那如果說你想要讓這整個字都變大寫呢 其實你可以 就是你把這個整個字選起來 用Vision模式選起來之後 再按一下這個波浪符號 它就會幫你把這個 你選的那個區域的大小寫互換 但今天如果是這個字 你想要讓它變全大寫的話 那你如果按這個波浪符號 它其實會第一個字 反而變小寫 所以如果你想要讓它整個字變大寫 你就把它選起來之後 按大寫的U 它就會全 你選取的地方會全部變大寫 然後如果你把它選起來之後 按小寫的 就按小寫的U 它就會變成全部小寫 這個U 是那個大寫的 這個大寫的U 跟小寫的U 會控制你這個 這一個 來切換這個字的大寫跟小寫 我想就是因為VIM 它本身有很多個模式的切換 所以你看 其實我剛剛記得大小寫切換 是用U 大寫的U 跟小寫的U 那這個U呢 如果你在一般模式它是 U undo 或是上一步的意思 可是如果你在 剛剛你在Vision模式裡面 U卻是小寫的意思 所以你是可以用一樣的指令 在不同模式做不一樣的事情 這個就是VIM 它 它 就是它有去也是 比較不好學的地方 就是你要知道 你現在在什麼模式 然後 你在做什麼事情 其實你看 我這個地方 這篇文章 其實它有點長 它每一行其實都有點長 然後呢 如果你看 各位可能還記得上下左右 上下左右 其實 就是HJK的上下左右 但是我這個地方 如果我往下一行 你會發現 如果我想要到底下這個V 其實是下不去的 因為你按HJK要是下不去的 它會直接往 因為就是一行嘛 然後它會直接往下跳跳到第二行 然後第三行 第四行 你想要 如果你想要到那個什麼 後面的字 你可能要慢慢的去移動 這樣是很沒有效率的 如果你這一行很長的時候 你就 你會移動的很辛苦 在並裡面 你如果想要做這個 就是你在同一行 然後稍微往下一一點點的話 你在前面加個G 你用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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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文字 如果太長的時候 也是會用得到 這是很方便的東西 那 如果 如果你有注意到 我在 我有做一個簡單版的Vim 設定的話 今天你可以注意到 我這個地方其實 我做給 J 跟K 有做一個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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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可以 讓你每一次的 J 都是在做 G G K K 也許 對於 新朋友來講 會比較友善一點 好 假設我現在手邊有個這樣的檔案 那 這是一個 C的檔案 那 因為 這個是別人寫好的東西 它的 Coding Style 可能跟我不太一樣 如果我想要把 把這個大括號 移 第四十一行的這個大括號 大括號 移到最第四十一行的移八的話 在Vim裡面的 你可以用大寫的J 那 就是Shift J 來把底下這一行提上來 好 你可以再做一次一樣的動作 那或者是你可以結合數字鍵 這個我們其實在上一集也有提到 這個 因為Vim裡面很多的動作可以跟數字鍵做結合 所以你在這個地方按三大寫J 它就會把你剛剛這三行 合併成一行 好 我想這個其實是很方便的一個操作 這個 應該是因為你在做字鍵的 並的那個合併的時候 這個是很好用的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個有有趣的東西 就是 這個 我想這個在Taxmail 或者在一些 比較高級的變輯器 它都有類似的方法 例如說我今天如果想要把 中間這個ABC 這四行的ABC全部砍掉的話 你可以 當然你可以慢慢的砍 一行一行一行的砍 一行一行的砍 這當然也是一個方法 不過呢 你在那個Vim裡面 Vim裡面有一個模式 之前你 我想各位按V 的時候會進入Vision模式 這個地方你只要按Ctrl-V 你會注意到它會進入一個Visual Block的模式 在這個Block裡面 你就可以按上下左右鍵才做選取 那選取完之後呢 假設我把它刪掉的話 我就按D 就是刪掉了 你可以對整個區塊做編輯 然後做 做處理 這個 很方便 今天如果你想要把這個開頭的A 都換成X的話 你也可以利用這個區塊模式 來做 例如說我進入區塊模式的時候 所以我把這一行 這一行選起來 選起來之後 我按小寫的C 各位我想各位應該還記得C在V裡面 我們上一集有提到說 C就是把東西砍掉並進入Vision模式 這個地方其實也是 就是你看它 我現在已經進入Vision模式 因為我想換成X 所以我就要打X 那 你發現 我的第一行的確有X 可是二三四行並沒有跟著X出來 其實不用擔心 這時候你只要離開Instant模式 按EST 離開模式 它就會幫你自動加回來 在區塊編輯這個是很方便的 那如果你想要在 例如說我想在這個地方 就剛剛你是按C嘛 但是可是我想要在這個地方 用進入I模式塞東西進去的話 其實也是OK的 你只要在區塊模式 例如說在這個地方 我想多塞幾個空格在這裡 你就要把這個 這一個空白選起來之後 按 這時候按大寫I 它會進入映色模式 例如說你可能往後推 推幾個空白 然後最後你再 離開映色模式 它就會把你剛剛推了幾個空白 全部補進去 這個在編輯 在區塊做編輯 所以這個是很方便的一個一個技巧 接下來我們來提一下 我們剛剛前面提到 講到的buffer這個東西 在Vin裡面呢 其實 例如說 我今天我隨便開一個檔案 然後我 這時候我其實我還可以再開一個檔案 然後我再 例如說我再 開一個 好像我其實我已經開了兩個檔案 可是你會看到 我的那個在Vin裡面 我還是只有看到 我還是只有看到一個檔案 但是因為它其實它另外一個檔案 被壓到buffer裡面去 buffer其實有點像是 其實我 buffer其實有點像是 你目前所所開的檔案 那你要怎麼樣去看到 你目前所有的buffer呢 你只要用冒號ls 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 例如說我現在開了兩個檔案 然後 buffer1跟buffer2 最左邊那個是buffer1跟buffer2 那檔名分別是這兩個 如果說你想要切到前一個buffer的話 你是要冒號bn 那b是buffer的意思 那你如果想要切到前一個buffer的話呢 只要冒號bp buffer1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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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目前我現在開了兩個檔案 因為我現在開了 我再多開一個好了 再開一個 你可以看到我這個地方有三個檔案 那它的編號分別是123 那檔名各是這三個檔案 如果你可以用BN 或者BP的方法 可以來做那個Buffer切換之外 你也可以直接 例如說 因為你早知道Buffer的那個編號 例如說我這個123 你可以用冒號B 然後例如說2 它這直接切到2號檔案 然後B1 它會切到1號檔案 好 這是一個比較快的方法 那我自己其實是 會用例如說B 然後 其實你在按B呢 按Tab的鍵 它會提示你 檔名 所以你說應該打AU Tab的鍵 它會幫你補完 然後會跳過去 所以其實當我在Buffer裡面 做切換的時候 就是我會 所以我比較少會用這個B 然後 號碼 因為有時候 號碼其實我還要去看呢 會比較不清楚 那我怎麼 我打B.com 然後Tab的鍵 它就會列出我目前有開的Buffer 其實這個也有Plugin可以用啦 只是我其實我不是 就是 很習慣用那些Plugin在做操作 我覺得用 這個內建這個B 其實我覺得 就蠻好用的 其實你可以用B 不管今天是打B 數字 或者是B檔名 它都會幫你跳過去 然後這個是很方便 就是你 這個就是你大概是 你在Buffer裡面做 做操作 組合會 會用到這個動作 還有一個 不得不提就是一個Ctrl 6 Ctrl6其實會在於 就是會 例如說如果你現在是在這個檔案 那你 假設 我們先看一下 我們現在是在 Pri.rb 我們現在這個 這個Pri.rb 然後我往下 Bn 是下一個 然後如果要回來 其實我當然 剛剛我們提到說 Bp嘛 但是其實有一個 一個動作是 Ctrl6 它其實你按Ctrl6 就可以回到你 上一個 呃 開的 檔案 但是這個其實跟 Bp不太一樣 Bp是指上一個 Buffer 但是這個是指上一個 檔案 那 如果你在按一次 Ctrl6呢 它會回到你 上一個開的檔案 其實就會回到你 就是 它其實是會在你 目前的這個 它會在這兩個檔案 因為它這個 其實它跟Bp不太一樣 它是 它會就只有在你這個 這個 就這兩個檔案 準備做切換 所以當你在編輯 兩個檔案很長 很密集在編輯的時候 你如果切個視窗之外 你也可以開起來當Buffer之後 然後按Ctrl6 然後還可以很快的切換 這也是我自己很常用的技巧 好 那假設我這邊有幾個 自己的檔案 那可是也許 不是每個人對於Buffer的操作 都那麼的習慣 那麼直覺 如果你想要把你所開的這些Buffer 切換成Tab的話 有一個方法 就是你只要打Tab 然後BA 它就會把你目前所有開的Buffer 會切換成Tab 好 各位可以看到在左 它就一個一個一個的 它都變成同 就是你可以知道 你目前的開了 那 呃 直接把那些檔案全部開在Tab上面 好 讓你如果你習慣Tab的話 這也是一個方法 這也是一個小技巧 我自己其實是還 其實我自己不常用 但是我 我覺得這個這個技巧還蠻方便的 那這時候 如果你這時候打LS的話 你會發現 不管是分割式或Tab鍵 或者是你把它展開成Tab的話 它還是都是Buffer 好 所以CBuffer值就是你所開的檔案 我想各位 如果知道Buffer的用途 以下的操作的話 在使用上應該會更更簡單 會更清楚 那接下來我們來介紹一下這個Tab 這個Tab 其實跟我們 你可以在最上面看到 那個TerminalTab 是不一樣的 好 這個我想各位要先 大概知道一下這個差別 是它可以在同一個 便機 在這個同一個便裡面 開不同的 來開多個Tab 如果你要再多開一個新的Tab 的時候就是 我想我們上一集的 介紹到就是按Tab1 它就會開一個空的Tab 那如果你要開檔 例如說Tab1 然後後面其實你可以 接檔名 例如說你今天我要接 比如 RB 你只要後面接檔名 它會就是開Tab 會把那個檔案直接開成Tab 我想這個Tab的操作 還蠻單純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分割視窗 分割視窗的話呢 有幾個簡單的操作 如果你今天你要開一個 新的視窗的話 你就打個New 你當你打個New的時候 它會開一個空白的水平切割視窗 不過我剛剛也跟各位介紹到 因為我的這個VIMAR系的設定是那個 就是水平視窗會動態調整的 所以我這樣切過來切過去的時候 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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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會動態調整 你用New會開一個水平的切割視窗 那如果說你今天開的是VNew的話 會開一個垂直的分割視窗 這個當然是空白的 我現在有左右兩個視窗 有左右兩個的分割視窗 很多時候 因為我們也許我們在寫程式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 這邊這邊寫寫寫寫 然後這邊寫寫寫 然後另外一邊 然後這邊這個地方會再做對照 然後再切回來 視窗的跳躍 是按Ctrl W之後 再配合HJKL 那HJKL就是 就是我們 就是跟你平常那個操作是一樣的 所以 因為H是往左邊 L是往右邊 所以我這次按Ctrl W之後 按H 會往左邊移動 然後按Ctrl W再往L 會往右邊移動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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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還有一個 就當你視窗少的時候 你就按Ctrl W 你要Ctrl W再接個W的話 它會做 那個兩個視窗的跳躍循環 它會就是 會在那邊跳一跳去 它其實應該是說 其實它會做順時鐘的循環 因為 可是因為我們只有兩個 所以它會就這兩個跳一跳去 如果你可能 你這個地方如果 你再一個 你現在有三個的時候 你可以看 它會這樣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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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的視窗很多 你覺得Ctrl W很麻煩的時候 你也可以直接就是用Ctrl W配合HJKL 那像當你有這個Nertree的時候 因為它其實Nertree其實也是一個視窗 所以 它一樣可以就是用Ctrl W HJKL來做移動 這個在分割視窗這個地方其實還蠻常用到 就是你只要知道 當你習慣HJKL之後 你再配合Ctrl W 它就會 可以讓你在各個視窗裡面做切換 那講到分割視窗 我就會 我就想介紹一個 我自己其實平常很常用的一個技巧 那有時候我是因為我需要同一個檔案 然後做上面跟下面的檔案的比對 那我可能會同時需要開這個檔案 然後看上面跟看底下 其實這時候你只要用SP或者是VSP 就可以來做水平或垂直分割 SP它會對你這個檔案 再做一份一樣的水平分割 那VSP會做一個垂直 我們再看垂直的這個 你會看到這兩個其實是一樣的 它們是同一份檔案 只是說我因為我可以在這個 因為我可能想要對照這個底下 跟這邊上面的一些不一樣的地方 那我可能就是同一個檔案開兩次 但是這個其實要注意就是 如果你看我這個地方 我這個時候 因為它是同一個檔案 所以你編輯它會 它就是會跟得動 所以這個 這其實我自己還蠻常用的 就是我開一個 我用一個VS 它會就是會 VS或VSP 它會就是開一個垂直視窗 好我想我們這一集 大概是大概就是到這個地方 那下一集呢 我會再跟各位介紹 就是有關於 我在VS用了哪些Plugin 那主要說是我工作上 比較常用到 包括我可能在寫入以後 其實Rails有常用到的一些Plugin 以及檔案管理的一些Plugin 那希望對於大家 是在工作上是有幫助的 我們下回見